这是一个会吃人的快递 但凡收到他的人 都会被他吃掉 而箱底也写满了那些被吃的人名 此时 箱子来到了一个男人家门口 不知情的他 不检查就盖进了房子了 很快 他打开了箱子 只见里面有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叔叔记 而箱底还有一个奇怪的模型 男人抓起来看了两眼 感觉甚得慌便放回去关上了箱子 可到了晚上 男人家里就出现了怪事 厨房里莫名传来脚步声 可他过去检查时 却没发现任何一样 还以为是地下室里的老鼠在搞鬼 于是 男人赶紧锁上了大门 为了安心入睡 他打算泡杯绿羊压压惊 还顺便给婶婶打电话 然而 当他说今天收到了叔叔的快递时 却听到了背后一梁的回复 婶婶说叔叔早就没了 怎么会给你寄快递 而且叔叔死前 也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 如果他也收到箱子 必须要远离他 男人听完 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他已经拿进了房子里 并且还打开了它 当他回去检查箱子时 却发现箱子自己打开了 挂断电话后 男人打开手电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然而 他翻动箱子时 却找不到那个模型了 突然 阁楼的梯子掉了下来 男人赶紧上前查看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东西在向他靠近 不得不说男人是真的 他直接爬上了阁楼的梯子 检查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一样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正当他下楼梯时 一旁传来了低吼声 下一秒 就这样 男人被箱子里的东西吃掉了 到了第二天 箱子又找到了新猎物 如果是你 你会收下它吗 这里是夜球 我们下个故事见